台北市萬華發生了驚險意外 有公車開到一半時 被正在施工的吊車給打中 不但車頂損壞 公車上的十幾位乘客更是飽受驚嚇 而這麼一撞也造成車流大回賭 中午十分整條大馬路全塞住 車輛歸速前進到底怎麼一回事 往前一看原來公車被一旁吊車擊中 驚險萬分 一腳忙著指揮 三腳椎統統擺出來 因為這麼一撞 雙向車道便單線道 後方車流全部大回賭 第一時間聽到巨大聲響 附近民眾都嚇了一大跳 聽到棒一聲 很大聲 太誇張了 工作太高去 他可能要警示 或者是公車那邊不要再動 驚險意外就發生在20號中午12點多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在進行施工 工作人員操作吊車平台時 不慎擦撞公車車頂 工地主任說 施工時全程都有請義交幫忙指揮 當時吊車在旋轉時 有事已請公車先停下來 但疑似沒溝通清楚才釀貨 公車上十幾位乘客緊急疏散 索性只有受到驚嚇 沒有人受傷 但由於這條路 車流量本來就很大 加上事故 毀堵更嚴重 安全措施不注意 萬一鬧出人命 可能就不是罰錢就能了事 至於公車的車損及營業損失 後續也得再協調 接著為斑斑王家台北報導 不要遮瑠 車窗 卻